感谢主耶稣的赏识 让小弟能够在这边再次做蒙恩见证 因为这件事已经经历那么久了 既然再多一节我就做更多详细的补充 不然有时候都是做重点式的描述 有时候领受的跟经历的其实会差很多 在小弟进神学院之前 很多人会邀请我做见证 我都答应 可是其实每次做完这些见证 我都有一种失落感 所以成了神学生 成了传道 我很少做这个见证 有人会说受了神的恩典 怎么可以不见证出来呢 那是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经过快二十年了 我现在可以用比较幽默 带着微笑的方式做见证 可是那个见证有多痛苦 你们知道吗 那像诗篇二十三篇讲的 是在死因的忧谷中 听完很多人会说 传到你的见证很好 说实在话 我很羡慕 很说从小信主的 如果可以让我做选择的话 如果主耶稣真的让我选择 我不要要这些见证 刚才有一个弟兄 他讲得很对 听完见证之后 参听我弟兄说 你看你看 男人就是这么铁齿 我不知道它是这么翻译 很固执 很难以改变 自以为是 确实是这样子 我就是这么顽固 这么顽劣 所以神为了救我 才把那一根生命的杖 打在我的身上 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 因为我们是被他收纳的儿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请翻开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请看 12章 12章第五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第六节 因为主所爱的他比管教 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第七节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第八节 管教员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第九节 再者 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第十节 生生的父都是站随起义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11节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凡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Amen 看看第十一节所讲的 11 says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愁苦 有多愁 有多苦 我相信你们当中 有些人会有体会 可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永生 这只棍子 必须落在 顽固的儿子身上 没有用这个方式 我不可能来信耶稣 刚刚说我从小受的就是 我妈妈希望我成为 一个很厉害的人 所以我从小接受很多 特别的学习 到二十几岁 我以为是那样子 现在到四十几岁 我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我从小 都是演讲冠军 我到国中的时候 就是英文演讲第二名 全校的 当然来到自己才知道 这里英文有多烂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 是我们全校 博语文演讲第一名 在研究的是辩论 所以我妈妈害了她自己 她把一只野狼训练得这么厉害 来叛逆她 所以她从来都讲不赢我 所以她很痛苦 一直到三十岁之前 我以为这是我 谋取人生功名的好武器 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为了当传道 可是那时候 根本不知道是愁苦 所以这样子 主耶稣的棍子打下来了 在我到真耶稣教会 受圣灵之后的那几个月 我每天到教会 查考道理 没有一场教会的聚会 跟活动我缺席过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 在人家的定义叫做敬钱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 我心里想的是 我想听到一句 不符合圣经的话 然后要离开真耶稣教会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其实是每天来找查的 可是找不到奇怪的地方 然后每天每天听道理 听到了说要交托主 在人是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甚至要见识祷告的道理 在我进神学院之前 我绝对不会讲这些 因为我怕讲出来 会得罪耶稣 因为那时候 我对道理的认识很浅薄 所以我一直记得 主耶稣讲过说 你进食的时候 不可以让人家看出来 甚至要躲在暗室里面 祷告不要让人家知道 人要洗干净 胡子要刮干净 可是现在我跟你们讲 那几个月 我常常做 四天三夜 滴水不浸 完全没吃的进食祷告 四天三夜 滴水不浸 我才不管我的身体会不会坏掉 其实我做那么多次 不像人家写的那样子 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神能够怜悯我 医治我太太 你们知道吗 每半个月一个月 你会再到医院去检查一次 听医生跟你讲 那种心情是什么吗 过去当中我们有人有经历过 那个就好像每一次去 你要去听 法官判你是活 还是死刑的感觉 能够理解吗 那是多可怕的折磨 尤其是不在你身上 是在你最爱的人身上 你无能为力 奇怪的是 每半个月去做影像学检查 那两颗肿瘤 三点二跟一点一 一直在那边 也没有缩小 也没有长大 这个本身就很奇怪了 因为如果是二线肿瘤 一般我们这种年纪 成长的数据 大概三个月 有可能大一倍 一般 可是她这样检查检查 每半个月 再三个礼拜一次 大小都一样 指数高在那里 都没有变化 所以医师也没办法决定说 她还在等待你做决定 到底要手术呢 切片还是怎么样 她还在观察 一直到八月底 我在聚会的时候 听到领会者 一篇道理 他里面引用了约翰一书的经文 我们来看 约翰一书 请看第四章 Let's all turn to the book of 1st John chapter 4 十八节 verse 18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阿们 所以我听到这一节的时候 我的心里有很大的情绪 我回去这一节经文 一直出现 我越来越不平衡 为什么 那天晚上 我们药局 在台湾开市 三百六十五天不休息 每天从早开到晚上十一点 所以等我们整理完 然后再关店到休息 都已经大概是凌晨一点了 然后我就请我太太早一点去休息 我们在我们的卧房 我太太是喜欢睡地上 一个比较硬的材质 然后我睡在那个弹簧床上面 比较软的 不是感情不好啦 各有所好嘛 对不对 我就请她去休息啦 然后为了怕影响她 整个房间全部是密闭 避开空调 电灯全部关掉 我就告诉她说 我还要祷告一下 你先休息 然后我在伸手 不见五指的状况之下 我跪在床前 我开始用很细微的声音 做灵眼祷告 我心里面对主耶稣 有怨言 我跟她说 主啊 我今天听到在爱里面有惧怕 因为惧怕含着刑罚 我说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还很怕 我受圣灵了 没有一次的聚会跟活动 我没有去的 没有一次的祷告 我这么不虔诚的 甚至教会都不知道 我做这么多的 禁食祷告 到快要死了 这么多次 可是你知道吗 我很怕 每一次等待检查 结果的时候 我很怕 想到我的女儿 会失去母亲 我很怕 想到我这么年轻 要变成官妇 我很怕 想到万一 我太太的病情 恶化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很怕 你不爱我吗 还是你觉得 我不爱你 还是爱不完全 所以有惧怕 我跪在那里 心中一直在想这些 我说难道 你不能给我一些回应吗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眼睛没有睁开 但是透过眼皮 甚至我能看透 我家那一种 是钢筋水泥 那么厚的墙壁 整个看透到天空去 在房间里面 是伸手不见的屋子 因为全部穿泥关起来 看不见的 我看到天边了 看到那里 有一颗微亮的星光 开始在闪耀 突然在我前面 出现了三个 我的眼睛没有打开 有一个大概三公尺 那么高 这三个 全身是半透明的 好像是蓝色的 玉在流动 好像不是固体 那种感觉 而且中间 那一个 我说我的感受 看起来很像 阿诺斯瓦辛格的题材 三公尺 他身上带宝剑 有六只翅膀 是收起来的 那个翅膀 我一算如果打开 可能跟我们会堂一样大吧 然后他旁边 有两个跟我们人 一样高的 只有两只翅膀的 站在那里 在祷告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我不晓得什么 我第一个觉得说 完蛋了 我发疯了 因为我学过的 专业知识告诉我 过度忧愁 跟忧伤 由于会产生 幻视幻听幻觉 我的专业知识 告诉我是这样子 所以我第一个感受是 完了 我可能发疯了 正我最后的想法的时候 我前面那一位 不是从耳朵听到了 不想到什么意念 进到脑里面 说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你不是像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求证据 他派遣我们来了 然后前面那个 像阿诺斯瓦 像一个巨人一样的 像传道 在帮我们按手一样 按手在我头上 然后旁边 那两个人一样 飞到我太太的身边去 我那太太已经熟睡了 是测睡 在地上测睡了 突然变成三个 一个按在我太太的头上 做祷告 一个是在我太太的 在低头祷告 另外一个 屈的身体 不晓得在背后做什么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三四分钟 我不太晓得 然后他们消失了 然后他们消失了 我心里面突然有个想法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心里想说 难道这个是叫天使吗 然后又有一个意念 传到我脑中说 你不要再乱想了 你只要专心祷告 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 然后我突然 想跟他对话 我也从心里面 有一个意念说 那请问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他跟我说 你不用在乎我的名字 我只是主的仆人 而且你这辈子 在世界上 再也不会看见我第二次 你跟我只要敬拜 耶稣基督 这样就好 然后我觉得累了 他突然消失了 我也不晓得 那是什么意思 我就爬上床去睡 隔天一早起来 我又开始在回想这个画面 我在想 我是不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又不敢跟别人讲 怕别人以为我是疯子 我想了一整天 我忍不住 那天 去我妈妈那边 晚餐的时候 我告诉我妈妈 跟我太太 我有一件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是我警告你 特别是妈妈你 你千万不可以 去教会 说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看她那副样子 一高兴马上讲出去 万一不是真的 我不见疯子 或者变骗子 我就把我所经历地告诉他们 然后我说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明天 因为上个礼拜 才刚去检查过 本来要再等半个月以后 因为一般人 要等我们台湾有健保 都等一到三个月 才再次检查 我有钱 我半个月做一次 不要做那些 辐射性的 X光CD scan 至少可以做 超音波扫描 我隔天又带我太太去 才隔七到八天而已 当然我又进时祷告 我发觉她这一次 进去检查 平常都只要 差不多四五分钟 就出来了 然后要等医师 叫进去跟我们解释 你结果为什么 五分钟还没出来 我在外面就紧张了 七分钟还没出来 快十分钟她出来了 我很紧张 问她说 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这一次这么久 我怕病情有恶化 她在怂怂间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她一直在那边 一直找 用超音波 在找肿瘤 影像 我们都找同一个医师 那也是我们的朋友 结果等一下叫我们去诊监 她把那个电脑影像打出来 开始要跟我们做解释 他开始自言自语 他开始自言自语 他开始 咔嚓咔嚓 奇怪 他就是奇怪 上次的影像是这样子 这两颗在这里 他说这是我不管用什么角度 一直扫一直扫 怎么那颗3.2的不见呢 然后她又一直换影像说 开始自言自语 不对呀 核变也会变大 一般缩小在什么位置 开始医生在自言自语 你晓得吗 然后她突然转头说 你们有做什么吗 我说没有啊 医生不用再找了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没有吃任何药 没有任何医疗 一出来 我要带我太太去吃晚餐 因为我已经进食好几天了 在吃晚餐的时候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说那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已经跟主耶稣许愿 他若愿意救你一命 我要终生做他的仆人 要准备 几年之后 我就要去神学院 所以我是因为许愿 遇见这件事情 才这样子的 很奇妙的 那个指数还是高在那里 肿瘤全部不见了 所以 我从来不相信 什么天使像小孩子的样子 我从来不相信 我终于能够理解 我后来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洗礼 圣经还没读过 你晓得吧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六只翅膀 在以赛亚书里面 叫做萨拉佛 原来那是天使 原来天使那么可怕 是三四公尺高的 阿诺史瓦心格 还配件的 所以我终于呢 我以后才读到 但依礼书 读到启示录 还知道为什么这些 一看到天使 全部都趴下去 软脚了 你晓得意思吗 我从来不相信 天使是小朋友的样子 他是为灭命的 一碗灭掉 十三万五千人 所以这就是 我许愿后来献身 然后经过这件事情 又一个半月之后 我们一家三口人 才受洗 成为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可是其实 打从 受圣礼的那一天开始 我虽然还没受洗 我就已经完全 遵从圣经里面 所领受到的话语 所以我出入都祷告 我连喝一杯水之前 都要先祷告半分钟 圣经不允许 我做的不允许 我想的 我想的不敢想 因为教会里面的教导 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一次聚会 我不敢来的 我不敢不来的 所以后来 嘉义教会的高长老 或几位长老说 我们 我们没有看过 比你更像基督徒的 慕道者 可是从此我对道理 产生很大的兴趣 我最大的兴趣 不是听赞美诗 而是听讲道 是我每天都 借一大堆讲道在听 当成背景音乐在放 然后一直到我进神学院 那宣道处的处伏者 还想拿我当广告 因为我告诉他说 在我考神学院之前 谢谢那长老 那个五大教义啊 我都已经听十遍以上了 几十节 承传道说 我不知道我们 宣道出路的这么好 你这么喜欢听 最后在这个 因为我们四点结束 我再补充两点 一点是我进神学院 之前的见证 另外是一个 有刚刚有一位姐妹 她想知道 我对这方面 医药跟医疗 跟真理方面的一些看法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一个教会里面 所有的服事 我全部都做 包括教区的师班 地方教会里面 每一组 我几乎 药举是在帮我赚钱 我整天 七天都在教会里面 接待主 接送主 宗教教育 福音主 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都有 因为大家都邀请 我都差一点 做死 讲这个不是让大家觉得 我独厉害 我是觉得这样不好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分享 做过头了 没有平衡点 那个是一种操练 而且 心中会有怨恨的 可是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 主耶稣这二十年 一直把我摆在 素成班里面 快速养成班级 因为什么事情 都让我去经历过 一直到后来 我当了传道 回到嘉义教会 那你的教目负责人 才告诉我 说昌义弟兄 你很特殊 我说会吗 我觉得我很平常 他说不是 我们嘉义教会 是一间非常传统的教会 特别严格 人数很多 都八九百块到一千 那时候在一起的 就人数很多 然后所以很多规矩 所以我还在 慕道的时候 就可以参加师班 参加步道 听说后来都不行 定了新的规矩 然后我受洗社会 一个礼拜 就开始帮我排 宗教教育的崇拜课程 那个我们台湾叫做 黑牌教员 听过吗 不管了 那结果呢 我才受洗 不到两年初信者 就开始帮我排 嘉义教会的 圣礼翻译 然后我还是初信者 职务会就直接任命 我是色心团契的欺负者 我没有特别有能力 我觉得这是主耶稣 感动他们 一直在 不断地加强训练 可是我自己做这么多 其实我虽然 许愿进神学院 我 说实在的 我不太想进去 你们猜猜看我 为什么不想去神学院 因为我是一个宅男 我很爱家人 我不愿意跟他们分离片刻 你懂吗 可是我们教会的传道 就是要远离家人 可是我许愿了 这么多年来 大家还是恐吓我 许愿一定要缓 不然事情很大条 所以我不是很有男子气概 因为我不想离开妻儿 对我来说 这个比失去财产更难受 所以随着三年多 因为受洗满三年 其他条件合适 就可以报名神学院了 快到三年了 我常常跟主耶稣祷告 可不可以再慢几年 可是都没有人来告诉我 可以慢几年 一直到三年多那个时候 我们六月之前要提出 神学院报名表 我真的不想去领 因为领了跟 给她去抢地的感觉 差不多 可是我怕神生气 所以我就想设个陷阱 让神跳 有一天真的 那个期限近了 刚好我们安息日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安息日会后 有一个 嘉义青年团契的布道会 那个布道会里面的年轻人 每天放学之后 都会来教会 祷告 读书 再回去 很虔诚 他们很用功 而且很热心传福音 现在里面好几个医师 都是高中生 所以他们每三个月 就会办一次 青年福音茶会 最多的时候 牧道者来一百多个 就是都是青年人 他们自己从高中 叫来的 那时候嘉义教会的 宗教教育人很多 公式初期班跟中期班 大概就有 接近一百个学员 教室坐不下去 还要把教员赶出去 没有事情的先出去 所以他们 木道有很多 结果那一天早上 我在木道班的时候 因为那个学生 是我喜信同军团 我们教会一个 同军团的 我是团长 他是主要干部 他就来跟我说 昌毅老师 帮我们祷告 说这一次我们的 布道会 我们几乎都准备得不好 所以我们邀请函 制作也出了问题 然后很多人邀请 听说都受到一些困难 我们预期 帮我们祷告 今天下午的布道会 搞不好来的人不多 我说好啊 结果那一天有空 在安息日的几次祷告里面 我就求主 引导他们 施恩祝福他们 然后我心里面 突然起一个念头 这个可不可以 当作一个证据 我先告诉大家 我这样一直求证据 是信仰不够成熟的表现 好不好 可是那时候 我就出信没多久 我有求证据 我就跟主耶稣讲说 主耶稣 我要报名神学院 我希望你再多给我两年 多陪陪家人 这样好了 今天下午这个福音 青年福音茶会 假如来了只有五十个 那就是 你要我去 六十个 那就是要我去神学院 六十个以上 后来想一想 第二次祷告 觉得六十个 好像不太稳 然后假如 这样有点对不起主 我降低标准好了 四十个 第三次祷告 觉得不太对 万一刚好四十个以上 不就要去神学院了吗 就亏到了 所以我要跟主耶稣讲条件 这个不对哦 不对哦 信仰不好 我就跟主耶稣讲说 主耶稣四十个 四十一个不可以 三十九个不可以 只要不是这个数字 以上或以下 我就当作你允许我 慢两年再报名 我想说我买乐透 这辈子也没中过 哪有一个号码 那么好中的 下午部导会 进行当中 教会的宣道鼓 坐在我前面 我是关心的老师吗 欺负者就走过去 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关心这件事 他说 哎 你过来一下 来捅 我说今天来参加的 目道者大概有几位 他说 好像不到三十位哦 我心里面好高兴 三十个多么不近前 应该越多越好 还不到三十位 我心里面真的很高兴 我脸上看不出来 三十位啊 我就说 到底几位 你统计清楚 然后我们前面 那个宣道鼓 是个牙医师 对啊 老师叫你统计清楚 你算到几个再过来 我说好好好 我忙一下 等一下我的统计 我说不到三十位 顶多三十几吧 然后说你没有 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 不是四十 三十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全部不行哦 然后我说 在我的心里 我再说 它必须是四十 任何几个再过来 结果他去数 等一下来告诉我 对不起老师 刚才我算错了 我说过今天 在这边的木道 刚好四十个 我那时候 他也不晓得 为什么有点生气 你不是告诉我 不到三十个吗 我说老师 我真的算过了 四十个 一直到后来好多年 他现在成了中医师 他说你还记得 那时候老师 有点生气吗 我告诉你 原因是什么 我就很心不甘情 不愿地 去拿报名表填好了 逃都逃不掉 可是从那时候 每天常常回去 就跟我太太抱着哭 因为要读神学院 好像被枪毙一样 大家知道 传道跟我们信徒 最大的不同点 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周传道的解释 他改天在解释 我提出我的看法 传道是失去自由的人 你们知道吗 像保罗讲的 我是为福音的缘故 被捆绑的 我们不能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对我们来讲 每一次公文下来 我从不问原因 上面写着 奉主耶稣圣名 我们是当兵 当谁的兵 这是大元帅的军令 是圣旨 你们要了解吗 我不能说 你派我去那两两件 教会我不喜欢 我不要去 去多久 就像这次来美国 一个半月 我也见不到我儿子啊 所以我们跟你们 差别就在于 我们是失去自由 为福音被捆锁的 感谢主 现在还是来了 所以这就是小弟 现身的过程 我就是这么一个 平凡 而且又充满缺点的人 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认为 神要允许我 当他的仆人 当一个传道 我告诉大家 我真正的想法 因为我比你们更软弱 我是一个充满怀疑 又很容易没信心的人 别的传道童工 都比我优秀 他们比我更有信心 如果神没有用 传道这个职份 把我框住的话 我可能不一定 现在会还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 我已经不想祷告了 但是因为我是传道 我还要跪到第一排 祷告表演给你们看 有时候我已经很没有信心了 但是我不得已 还要出去访问的时候 又看到了奇妙的见证 信心又活了过来 所以神用传道这个职份 在救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 其他的弟兄姐妹 你们很快可以得到 天国的福分 就是赖参与这个人 如果不用传道啊 哎呀 他可能信不下去 我最后再讲一讲 虽然我太太没有经过 任何的医药跟治疗 就这样子被神给医了 可是我一直相信 圣经就要凡事谢恩 我在台湾 曾经遇过几个例子 有人身体欠安啦 有人身体出问题啦 结果到医院去接受 医疗跟医药 有人回来啦 有比较热心的信徒 打电话去关心 结果关心之后 被关心的人 哭得不成人形 来告诉我 那几个同龄告诉我说 传道我们是不是得罪神了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 我去看医生吃药 是对神没有信心 恐怕神不高兴 我的结果不会很好 有些人会讲 亚撒王的例子 说亚撒王也是身上欠安 结果他去求医生 身上他有不好的结果 你们要记住啊 亚撒王那里有一句 关键性的经文是 他只求医生 不求神 还记得吗 我知道我们许多的 同龄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来讲 这世界上的医疗跟医药 也是出于神的安排 跟智慧衍生出来的 所以对我来讲 看了哪一个医生 能够接受到好的诊断 跟治疗 吃了什么的药 有效没有副作用 我第一感谢的是主耶稣 就算在权威的医师 要帮你动手术 要不要你签 手术风险同意书 有没有 麻醉之前要签同意书 有没有 不能表示 这完全不是医生 可以控制的 你可能就是那个 产生风险的人 这一切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一切还有的做 甚至还有帮助 这个都是来自主耶稣的恩典 凡事谢恩 如主若愿意 你找到不是权威的医生 也会好 主若不愿意 你找到世界最权威的医生 也好不了 小弟跟大家分享 这个不是鼓励大家 看医生吃药 我也没有鼓励你们 不要看医生 不要吃药 照着经文告诉我们的 个人要照着神所分 给我们的信心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有没有这一句 这就是罗马书十四章 最重要的道理哦 这本来要讲一两个小时以上 但是我一分钟都解决掉了 好不好 罗马书十四章在讲的 就整个生活信仰面 最重要的落实 那你讲说 吃的人也是为了主 不吃的人也是为了主 还记得吗 守日习的人也是为了主 那不守的人也是为了主 你是谁呢 竟然去论断别人 他自有他的主人 经文是这么写的 只要我们认定 这是出于神的 我觉得尽本分 但是你一旦选择了 自己要接受的道路 到时候不要怪任何人 也不要去怪神 因为这里面都有神 超乎我们人意志上的安排 不像我曾经问过 我们谢春道长老 一个问题 他说在十四路上 如果有人被撞到 车祸 肠子都流出来了 该不该上救护车 接受医治 我请问长老说 如果你在那里 你要怎么告诉他 是我们信徒的话 他说 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上救护车 接受医治 你要是有信心 不上救护车 万一死了 你也不要怪神不医治 那你上了之后 也不一定保证 能够得救 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 重要是你怎么认定 这一切都是出于主的 好不好 我简单讲到这里就好了 愿一些荣耀归给神 超过五分钟 我们就不再唱诗 直接祷告做结束 请我们一起跪下来 为有需要的人 也为我们教会的灵恩会 跟圣礼 还有布道会 一起来祷告 同心祷告 我们再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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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